幸福好时光 你今天心情好吗 原来今天的热门话题是鲑鱼 我也不太想提 因为我后来怎么算 我都觉得不对 就算刚刚有人告诉我 这样子改名字 然后可以赚钱 比如说去那个门口 揪几个要吃的人 因为他改名叫鲑鱼有优惠 所以就一起进去 还可以赚一些费用 可是这样能赚多少呢 你真的不要批评我 说因为我有钱不屑这些小钱 其实我相信中产阶级也知道 这个很花时间 那个时间如果你拿去打别的工 可能应该会好一点 而且我刚刚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如果你人生可以改名三次 对不对 那如果你改了一次 只要你改成叫 比如说我改成叫无鲑鱼的话 那再改一次回去 本名 那就两次了呀 那所以我一直觉得 不是很滑的来 所以我自己 可能我这个脑袋不好 我搞不清楚 这个划算在哪里 可是呢 从商学院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还不错的行销 就是我相信 他在丢这个行销的时候 是相当的有创意 这样真的可以省不少广告费 然后增加不少的曝光率 可是我是觉得奇特的是说 有这么多人开心的响应 我想也是 这个身为平常 就是身为一个人的乐趣吧 我已经不知道应该要讲什么 后来我就在想 我刚刚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说 那如果把 叫大家都改成叫小熊 然后去那个小熊书房 虽然现在 就是我的弟媳妇在管 不是我在管 就是那个房子还是我的 我舍不得卖掉 但是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 也可以达成很好的促销效果呢 可是老实说啦 我这是在开玩笑 因为从商学院的理论而言 你有办法就做第一个 那你如果做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来跟风 那大家就会开始觉得 对你很不迟 那我只能把它当成一个 比较有趣的行销案 来看待了 那我昨天是真的 真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是真的提告了 然后我家里 因为像鲑鱼也是 今天早上 我听这个赵少康先生的节目讲 我才知道的 因为我家没有电视 然后其实很忙 因为小 我家小朋友最近转学 他说要转到一个比较严格的学校 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还有那个学校的制服很漂亮 但他因为以前呢 就是这个成绩一定赶不上别人 所以我跟爸爸两个人晚上都很努力 那我家的电视是两年前 我已经捐给我婆婆 我婆婆后来搬到那个一个 这个雇得很好的 因为我公共去世了嘛 然后他搬到一个很好的养老院 去就在我家附近 他当他说要电视的时候 我就看着我家电视 心里想说 不用花钱你拿去吧 我婆婆就很高兴的接收了我们原来的电视 所以我家其实是没有电视的 那我后来才发现说 我最近为什么要躺这个浑水呢 哎呀我懂了 我其实是一个最不政治的人 你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这个电视的节目了 但是之前呢 偶尔去有一些涉及政治或选举时候的话题的时候 我的方向很简单啊 就是说只要是你气质好 那我就都帮 你大概除非有人故意利用我 否则我从来没有去进入任何一个口水战 因为我很知道政治跟宗教这两件事情是 你讲赢你未必赢 对方就算里屈 但是他的气比你壮啊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的认定 最近的事情让我想起了一个 禅宗的故事 也想起了一个心灵鸡汤的故事 我就慢慢说给大家听吧 禅宗呢 里面有个公案哦 就是一对 不能说一对和尚啦 两个和尚呢 就是看到了要过河 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妇人哦 他要过河的时候 他不敢过去 那这个师弟呢 就很热心的说 来我背你过去 就把他背过去了 然后两个和尚就涉水 背了一个女人过去 然后他就把这个妇女 过去之后把妇女放下来 然后这个妇女就感谢 就走了 结果这个师兄就 过了很久很久 大概又走了一段路后 他就跟师弟说 你这个有误师们的清规啊 怎么可以背女生在身上呢 结果这师弟回答什么呢 这师弟回答说 啊 哦 原来你还有这个在 也就是说 你自己心里有那个淫心在 所以你一直到 我都背人家过了一段路 你还在想哦 这个 我这件事情有问题 而我心里完全没有那个在 那又有一个心灵鸡汤的故事 我觉得很简单哦 就是以前我们很畅销 那种心灵鸡汤里面写的 他说有一个先生 他个性很执着或孤僻吧 他呢 每天呢 一直呢 就从窗户 看了隔壁的 有一个新搬来的太太 在晾衣服 然后就跟他的儿子说 哎呀 这女人真糟糕 那个衣服都没洗干净 也在晾 然后后来呢 这儿子本来没理他 因为爸爸本来就很啰嗦嘛 后来过了一天呢 过了好几天 他觉得这爸爸 怎么每天都去观察人家 就觉得受不了了 就去看哦 他终于发现了一件事 他跟他爸爸 这个老花园的爸爸说 人家的衣服洗得很干净 是我们家自己的玻璃窗脏了 我这里就是想要告诉 这些政治的酸民哦 原来我说我没电视 我后来才知道说 哦原来那天我绣了一张 这是我老公拍的 我女儿跟一个小男孩两个哦 就是六岁的哦 在树上惹了谁 然后被骂的 充满各种色情言语的难听 然后我要我这个 把这两个人这公布 我说你这个侮辱小孩 没有一个妈受得了 我要告他之后 就引来了 也不知道哪个颜色 我不想知道哪个颜色 好不好 因为其实我认为 这不是你们组织的意思 然后就来拼命的攻击 也就是说 谁叫你那天呢 有人在树上 你还要po一张在树上的照片 这就是呼应他 然后点点点点 然后后面骂得很难听啊 说上面还有个男人 什么羞耻什么 我就觉得你这样说一个 两个这个十二岁都不到的小孩 而且小男孩才五六岁 你这个大人 你的眼睛脏了呀 你的视网膜跟玻璃 其实上面都充满污秽 只因为你戴上某个党派的眼镜 韩先生在树上关你什么事 我家在树上又关韩先生什么事 然后后来还有人在说 这个树啊 这个是公家的产物 什么什么爬树伤害 就下面我知道 我有一堆朋友就说 没有哦 这个很多学生老师在教爬树 而且这是我朋友家里的树 怎么样呢 后来昨天我就看到的 FB有个朋友 他应该是一个心理医师 他写得很好 他也不知道说 为什么小孩在树上会 引起这么大的冲突 他这么大的不满 他说哦 原来是做一样的事啊 恍然大悟 所以这个韩先生会吃饭 这位先生应该也不用吃饭 韩先生会穿衣服 这位先生也不用穿衣服 韩先生会上厕所 这位先生也不用上厕所 韩先生会呼吸 那你也不用呼吸咯 台湾是宝岛 就是有很多 你自己眼镜脏了的酸言酸语 没事找杂 所以我们才会蒙成 有时候我们都说不出来 我相信台湾最美的是人 可是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说 最丑的就是网路上的鬼 那这些人我已经提告 你放心 我说到做到 我一定告 因为你在侮辱小孩 我要替 我告诉你这样身为一个大人 随便去人家 等于是进人家后花园里面 人家小孩无辜 然后你随便这样子 寒煞摄影 而且语带猥亵 很糟 但是有些媒体也很糟 就把我整个 我说这些酸民猥亵 他把我指向什么 说他是 说我们像韩国语不行 我到昨天才知道 原来韩国语也在树上 你看这世界真的好乱 幸福好时光 久违了直播 我们很久没有直播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直播 就是我们不能有私人直播 是要申请的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一位 当然我们一定要来 努力的申请直播 就是我的偶像王伟忠先生你好 而且我很知道 你天蝎座对不对 我们一样嘛 一样嘛 天蝎座一向凶手恶煞 有一个在牵头 大学刚毕业就认识他 是 但是我还是一个小冲头 就是不懂事 还好啦 我觉得天蝎座的人 怎么样 我弟弟天蝎座啊 我弟弟天蝎座啊 我没有批评 我觉得天蝎座的人很聪明啊 看起来凶神恶煞其实没有 他说你凶神恶煞 我没有 没有 是带我自己收的 伟忠哥不好意思吗 当时这个在影俊圈 谁比较凶神恶煞 真的 哎呀 您真是年纪健大 就大了几岁之后 变得好慈祥 是吗 是啊 真不容易 对 好我们这次 刚刚讲话的这一位 我最近才看了他的书 谢谢 今天我们有直播 很久都没有朋友这个看到我们的中广的直播 郎祖云的放眼生活学 我前不久在看他这本书 那等一下我才告诉你说 我看出什么样的精髓 因为郎祖云我觉得 他个性跟我也有类似之处 某个地方 好我们等一下再说 好祖云你好 你还没有正式打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郎祖云 好 祖云里面他有一句话 他说 很多人都觉得你很喜欢就是帮人嘛 对不对 然后很喜欢仗义之言 但是后来就有人提醒你 其实我觉得那个人也是对的 他提醒你说 你自己讲好了 这个提醒我的人就是芳芳姐 芳芳 她也是个白羊座 她还提醒你啊 我也觉得怪怪的 她跟我说 我做了一辈子炮灰 你自己收敛点不要跟我一样 就不要就是也要看人 有时候太鸡婆 那不要到处帮人家出头 看人家可怜就帮 因为说真的 里面当我们渐渐长大 那个美角其实挺多 我那个生命中的某羊座 重要的就是芳芳阿朗 还有我女儿 我二女儿也某羊座 还有芳芳 都有类似 芳芳芳 还好 芳芳的某羊座不强烈 她隐藏性的 请问都有类似的个性吗 个性差不多 她个性跟我 我二女儿跟她个性好像 她小时候我就认识 所以她真是 不过对爸爸其实 对家人 其实非常非常孝顺跟好 但是她不会讲好话 她管全家人 对很爱管 其实我也是这个个性 管全家人 我其实都 我也是 我是那个一肩扛 但说话不太好听 差不多差不多 我爸前不久有一些桃色纠纷 交了好些女朋友 你知道吗 所以我每天常常在讽刺她 我就说 哎呀这个是 我爸就是 我跟她感情很好 她PO了个照片 她在一堆花中间在看花 我也在照片下面写说 爸爸你不要领老入花虫 结果她后来她昨天就传一张 我发现FB上非常好笑 她传一张照片 她养了很多花 她在我家的这个宜兰的花园里面 上面写说 女儿 爸爸 这个 不只会碾花惹草 还会这个石花弄晦呢 好有文采 活得蛮辛苦的 好啦 阿朗今天要来宣传的是 等一下我还没讲完 后来芳芳姐这样子的劝告你有用吗 初期当然没有用嘛 还年轻嘛 但是那个每次要发动的时候 心里面就会有一个警讯 但是就看那个警讯够不够强 不过这几年的确 我觉得我自己收敛了很多 因为没有生不必要的气 也没有必要为别人 因为有的时候你反而把人家宠坏了 因为你一直出头啊 这个对象可能就会觉得有事就找你嘛 有事就是让你去分担 最后人都是我得罪的 是 那个其次 而且我觉得也会让他不成长 嗯 所以我就渐渐的挑人 挑人 好这是郎祖云的放眼生活学 平安从书 那我们现在呢 要来讲的明星养老院 而且先要告诉各位 4月2号跟3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 歌剧院的大剧院里面 已经卖完了 是 那现在就是 要冲8月了 不好意思 起太早了 4月2号 4月0 台中国家 台湾国家歌剧院大 大大剧院 我非常清楚 起太早 还好没有这个 在往伟中旗下 否则早就被一帮打死 还好 我到现在还是这样 他对女生比较客气 真的 他对女生比较客气 我跟伟中哥工作 我大学毕业一年之后 跟伟中哥一起工作连环炮 一直到后来到了台市做欢乐集团 做他辅导 然后后来当然还有别的工作 这么多年以来 他只骂过我一句话 是因为他一个定格的一个镜头 他要做那个画跟实景的dissolve 要锁机 那我就莫名其妙从前面经过 可是那时候已经录到11点了 那天已经很晚了 所有的人都很累 郭哥啊什么 谁大家都在 然后我就这样飘过去 就听到大哥在后面 有鬼 他没有这么客气 他是说阿狼 你叉叉叉叉的要死了你 然后我就飘过去 然后也不敢讲话 请问你为什么要故意走过去 没有没有 我没有注意到 你可能眼睛怒到恍惚了 他机器停在那边嘛 他聪明了 他那个小时候 在摄影棚长大的孩子 他聪明了 很难犯错 你一定忘记了 机灵的不得了 我啊 我骂过的人都忘记了 我一直觉得我很慈祥 我一直今天那么早来参加节目 我就特别慈祥 大哥以前有讲过一个状况 他就是有一天骂人骂一骂 他自己就笑了 他笑什么 他说我在想啊 有一天我80岁那一年啊 坐在阳台上摇影那儿 正在看风景 一定有哪一个被我骂过的人 就从我后面一脚把我穿下去 不是 不是你讲的对 在场景 我说在我八二几岁 在尼加拉瓜达瀑布里面 然后呢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就看见一个人 慢慢走近 回头一看 他看着我 对不起我骂过你 其实那时候他们也很老了 谁活到比较久还不知道 因为我们这里常常有剧团 有一个叫全民大剧团的谢导 谢导觉得我们帮他宣传票的效果最好 都全部可以卖光 我跟你说真的 但是每一次他都会提起他背后的那个零 好这是一个歌舞秀跟舞台剧明星养老院 我刚刚为什么会咬到舌头 第一个是王伟忠还很紧张 因为我也怕被他骂 然后第二个 我没有骂过 第二个是我刚刚看到是4月402403 台中国家歌剧院大剧院 他说卖完了 那再往后面看说 好那大家来买4月20号或22号 天哪是8月 8月20到22 现在宣传表示他非常非常的热门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提醒台中的朋友 就星期六的那一场 就是3号的那一场是下午场 不要跑错了 是下午2点半的场次 因为怕大家习惯的关系 台北场他是下午晚上 请大家可以上网 就只要写明星养老院所有的细节都会出来 是那就是在国父纪念馆 对 请大家Google一下明星养老院 就可以找到 我很担心你们已经不必做下一场宣传 因为我觉得 就不过才这四场 没关系 聊聊天嘛 聊聊天 感谢 以后就都出来聊天 因为我跟你说 王伟中很难出来聊天的 很难聊天 不会 不是我是说你很难出来聊天 早上就装服 如果不是疫情 我知道那个大陆那个评审秀要请他 对一次都几百万的 所以能够到我们这儿旁边生回 没有没有没有 上期节目值太多钱了 太多钱了 非常可惜 我觉得他最近有点太客气 其实我比较喜欢 我没睡饱 我觉得 李茂总在没睡饱 好的明星养老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呢 现在给那个倒数快要买不到票的朋友 讲故事给他听 而且看起来呢 里面这一位 这个到底是不是狼竹云啊 是啊 真的啊 看不太出来 画点老妆 你之前看起来跟黄嘉谦有点像 还好 大概常常在一起啊 被他污染 不是啊 被他影响 而且都戴着太阳眼睛 这个戏 我觉得也是韦中哥心里面一个 一个对所有在演艺圈里面 曾经贡献过的一些前辈们的一个尊敬吧 因为韦中哥也是从年轻开始就一直在演艺圈里面 然后 然后这么多这么多的艺人 然后他们也有面临到他们年老的时候 所以这个故事就这样形成了 有一个就是明星养老院 只让明星住 而且还要所有的住户一起决定说 你够不够红 够不够这个资格住进来 对 那在一个也是已经退休的明星的贊助之下 这一群呢 各式各样的明星住进来了 那明星尤其是从前的明星 或者现在明星都一样 他们身上都会有一些特质 比方说我也过了这么久 然后我也接受这么多的掌声 有很多事情他的习惯是一样的 然后那在这个养老院里提供了一个 他们可以每个月演出给一个 华人电视台的一个大型歌舞秀 大家也都这样了 这养老院还是有目的的 但是但是他是没有收钱 他只是 就是说有 他原来是说有 但是事实上出现了很大的危机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明星在各自的那一种 特别的个性当中 他们怎么样的 他们一定会有一些争执 可是又是同事的一个 跟同事有点像又不太一样的 他们会又会 又会像又好像是真的 有的时候像演戏 有的时候又是他们的真性情 然后会有不和 然后突然间就有 就有那种非常不和的人住进来了 哇这下炸锅了 那想看热闹的人看热闹 就哎呀明星尤老院现在好玩啦 那有的人就很担心 对不起我还没有告诉你这件事 等等的 所以有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 跟他们之间的一些相处 那我觉得明星老了 然后很多人 就像前一阵子 有那个打书过世了 然后不是有人就留言说 你们干嘛为一个明星 大家搞得好像怎么样 大家在那边留言留言留言这样 那我觉得焦焦的回答很好 就很像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明星老院的心情 这些艺人也许你觉得 他对什么国家社会没有贡献 但他是有的 我常常觉得艺人很像弥勒佛 我们就一直带欢乐给人家 不管我今天演的是悲伤的故事 还是是一个我是一个搞笑艺人随便 或是一个歌手 我带给你的就有欢乐就是感受 曾经在你的年轻岁月里面 我占据了一部分的时间 你听到一首歌想到 这个时候我刚牵他的手 那个电流还是会在心里面有感应的 不同年代的人听到不同的歌 看到不同的演员 他就觉得我跟你好熟 这个就是一个艺人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像弥勒佛 你不见得天天拜他 可是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会有会心的微笑 那这是当然的 但是我觉得有些人的发言也是这样 他还保留着以前什么 久如时盖的思想 不理他 他还是会吧 就是他很爱看 可是他心里面还是存着某一种羡慕嫉妒恨 前不久都还被嗆过气老艺人 不要来真心媒体呢 不要来什么媒体 不要来真心媒体 不要蹭 不要来蹭 那个字应该念蹭 蹭犯的蹭 你看 他自己可能沒有看見自己的知識低或學問不足 但是他就是貴意 或者是不開心 然後他就罵我老藝人 我告訴你我很高興當藝人 我在影紀圈20年也畢竟是個事實 每次人家說你要頭銜要用什麼 我都說隨便你啊 對不對我沒有一定要 你可以寫藝人也行 你可以寫作家也行 因為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好的行業 他帶給人的貢獻總比你一個該回家的酸民喔 給這社會帶來的多 沒有直叫他回家 看一下朗祖宇的書 不要衝動 朗祖宇的書很衝動 其實還好啦還好 明星養老院裡面那朗祖宇演的個性是什麼 炸鍋的又是誰呢 我在裡面其實有一個標的 就我們把各類型的藝人在裡面做了一個配置 好比說這個洪杜拉斯跟黃浩勇 他們兩個人就很像是 倪敏然跟這個張飛 這樣的一個他們以前在電視上 或做talk show或者是短劇的人 那我的角色就是 惠恆跟諸葛亮 惠恆跟諸葛亮這一類 那我就是一個 我就是一個崔台精 台灣出現了第一代的妖姬 形象真的差好遠 所以這就是演員厲害的地方 歌唱得好 歌唱得好 我們在裡面的歌舞啊 M字腿啊什麼 真的是台上台下的 很厲害 而且裡面還有很多的明星 這大概都只有王偉忠請的洞啊 對不對 黃佳謙的話就是演一個 從年輕的時候是玉女歌手 他們兩個是一個團 他們兩個是一個團 對 但是後來我們拆了 就是劇情裡面 為什麼拆呢 為什麼拆呢 你拆拆看 進來看就知道了 拆了之後 後來又湊在一起 住在同一個養老院 這就是生氣的原因 那烈哥就是那個很像他自己 金鐘哥王 楊烈 楊烈很有趣 楊烈演得慢慢的 溫溫的 這樣好好笑 但很好笑 明星養老院這齣戲裡面 還有方文玲 院長 他演的是比較有錢的 然後剛剛說楊烈的確很好笑 所以他動作是慢了一點 我們在排戲的時候他也很慢 最好笑的是 因為我們大家速度快嘛 然後烈哥的個性本來就是比較溫和的 然後我們就啪哩啪啪 然後烈哥就會站在那邊 我現在要去哪裡 然後最後就常常 黃家謙拉著他 走我們上樓 就一直牽著他 然後嘉謙那天才講 我們首演的當天 他們有一個地方 他演老人這樣最逼真 對 他有一幕是他 嘉謙要把他拉到鋼琴旁邊 因為嘉謙馬上要幫方文玲伴奏唱 最後一首感人的歌 就在他快要彈 嘉謙一直在聽Q點的時候 烈哥突然間跟他說 欸 我才發現 他以為要跟他講什麼 劇情上的假裝在聊天 他說 我發現喔 我們其實這樣慢慢演喔 觀眾也是很感動 嘉謙你真的跟我聊什麼天啊 而且麥芬康還開著 請問這是正在播出還是在開拍 正在演出 哎呀 所以嘉謙快崩潰了 他們會關 他們會關 嘉謙就說差點霧 這水戲 不大無所謂 演員跳出來 你如果去看這戲就知道 知道那個那個 楊烈跟那個嘉謙講任何東西 都沒有關係 你看了就懂為什麼 對對對 蠻有趣的 這是一個小謎題啊 那為什麼王偉忠要關心這個明星的養老院 這是跟現在的就是大家的老齡化 一定也有一些讓你發想的地方 我在行業從大學二年級 就是跟著他爸爸打工 到現在四十多年了 四十二年了 對對 然後我看了很多這個明星的起起伏伏 對 那我很喜歡藝人 我覺得藝人真的是 對很多人七一生很重要 我小時候也是受到藝人的影響 所以磨進電池圈 事實上我覺得藝人大部分就是因為 他自己的個性比較感性 然後很天真 我一直有個想法 我覺得藝人好像是 若人有輪迴的話 我覺得藝人是最後一次來的 在人生再走一次 就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人生幾十年 長片所有喜怒哀樂 喜喜富富上上下下 這次這麼大的 就說以後就不來輪迴了 就不管做什麼了 這麼多長片了 這是我一個想法 因為有好幾個藝人 老藝人就是我服務過藝人走之前 我們在聊天 我跟高林峰最後一次聊天 是在ICU裡面跟他聊天 聊了四個多小時 我其實那個時候就很想做一個舞台劇 就是他跟我講他為什麼做一個藝人 然後他也知道自己怎麼樣怎麼樣 還有怎麼樣 他最後為什麼要開個演唱會 可是到最後這個演唱會還是沒開成 所以我覺得高林峰是全 就是這幾年我覺得最適合做musical的一個藝人 到時候我還要跟阿郎請教 我覺得還是很musical 我覺得很想 你是很遺憾沒有在他生前幫他開一個 其實現在他過的是沒多少年了 再過一些年 我跟他兒子都談過這個事情 這事情因為他小時候 我小時候陽光攝影棚我做過 我做過助理 所以我跟他感情還蠻好 後來從全民大門鍋 我看他的起伏很強烈 然後他那個他怎麼樣這樣一生 他很辛苦 但是也很精彩 所以我覺得他最適合做那個 一個台灣的藝人的一個過程 對那也是一個發想 所以民想老院也是個發想 就是我們也到這個年紀了 我們體會這個圈內一些狀況 對那我做戲就是有點情懷 就是我都是用自己的生活歷練 然後來做一些東西這樣 對 而且你有情懷的戲後來都演很久 報到一村 是啊 而且大家看著都哭了 沒有刻意去做什麼悲喜劇 但是我覺得我這幾天 為什麼喜歡經營舞台劇 我覺得觀眾可以在 比較不吵的環境裡面 在黑屋子裡面好好看一部戲 沒有完美的戲 而且不是每一部戲都能討好任何人 而且不能快轉 對不能快轉 因為我們現在小孩都是畫面 都是friend跟speed的人生 跟在一個黑屋子裡面 你聽的演員真的能好好的在你面前演戲 我說實在的話 那個那麼安靜的情況下 他都真挺會這句話到底什麼意思 我覺得現在很少人能夠安心提別人講話 廣播還蠻好的 廣播還是很成… 廣播的時候通常是在開車 密閉空間 對你也是在密閉空間裡面 所以你有時候突然聽到這句話打動你 你是會記起來 廣播是誠懇的媒體 而且也不用一直在搞這個收視率 也不必一直花眾取寵 因為人家會覺得你太吵 不如把話好好講 然後你可以看到畫中還是要某一些含金量 因為臉的醜陋或美麗全部都不重要 廣播不好主持 能主持廣播的人真的不多 還好啦 你很好 講好慢 我以前反應會很快 只要能主持人的人不多 你很好 太早起了 慢了呀 I'm sorry 連結有點問題 我的連結已經有問題 其實要說的是老闆賞飯吃 別這樣 再過多少年 主持廣播 那個沒關係 或者急著要出去尿袋滿了 各位那個真的都沒關係 廣播的好處就是我有一次N年前 聽到中央廣播電台 我是現場聽的 我真的快笑出來了 因為他這邊說 接下來我們要聽的是校園民歌 這17首歌曲的歌名是 哎呦17首欸 他就把歌迷念完 他就一直播 所以廣播是 可以看老齡化的 賴老師也幹過這種事 賴生川老師 早期也有在中廣播主持 他介紹的是古典音樂 因為他對音樂 古典音樂跟爵士 然後他也是直播 他趕著要走 接下來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柴可福斯基的天鵝壺 第一幕 有可能一部分的第二幕 然後他就走了 大喜劇 有可能一部分的第二幕 其實這個也是都可以放進明星養老院2的內容 好那麼明星養老院其實你們之前有演過對不對 在高雄 對啊 剛才那個時候就是看到偉忠哥來中廣 我也覺得很妙說 是不是因為疫情你才會出現 我長就像這個疫情 這個12月4號到12月6號就是去年 那時候其實剛開放也沒有很久 在高雄演後來大家的風評如何 你們的感覺如何 很熱情很感謝 他很渾然天成 一個外國人能演舞台劇 我那天噎了他你覺得不錯吧 我知道他是一個泰國的對不對 而且他學中文 他中文習的厲害 所以他這次跟 我不能說一群這個老手 沒有老的意思 一群老手合作 然後他要表現他新媒體特質 有我們在裡面有一段 就是因為後來我們本來都不知道 他在我們這裡就是一個雜工 但是就後來被發現原來他就是網紅 那這些老明星要求生存 這些資深藝人要求生存 所以就跟他討教我們怎麼做網路節目 那一段很精彩 那他就講他自己的話就好了 差不多我們有其實編劇也很厲害 就照他的那個講法 但是他有一句話是 他就說那你啊你來啊你表演性感啊 然後他就說 喔喔喔 然後本來我的台詞說 你幹嘛你便秘啊 然後他就生氣 就照他的個性 他就說幹嘛 泰國人不能便秘嗎 這樣子 但我那天就想一想 我要噎他一下 然後他就喔喔喔 我說你幹嘛你下蛋嗎 他就說怎麼樣泰國人不能 欸他腳不下去 然後我就跟大哥說 怎麼樣怎麼樣我噎到他了 換台詞 其實網紅的反應是必須非常快的 他們沒有腳本 他們本來就自己就是腳本 他很聰明 而且他很敢 他很可愛 我們對他很難處理的 很難處理的是在他的飲食 他實在太喜歡吃東西了 所以我們在旁邊就是 一看到他喝可樂 所以那美好的身材也是 他真的還吃 然後我們就會想辦法 就每次看到他說 你不要再吃了 你不要再吃了 我們不把他東西拿走 可是妙就妙在 我們發現美食的時候 又忍不住買給他吃 就是哎呀 你要不要嘗嘗看這個很好吃 這是我們人性的餓子 我常常嫌人家旁邊的人說 哎該減肥了這樣不行 然後後來馬上說 來來個漢堡 不是因為他好美食 就忍不住 所以他自己也說 他們都叫我不要吃啊 可是狼姐又會買東西給我吃 然後我就 好為難 看他吃東西真的很愉悅 他是真的在享受 真的愛吃 真的愛吃 你的個性跟我的確有類似之處 我也會一邊挑剔旁邊的人 但一邊把他們餵得好好的 其實我認為每一次演出都很愉快 我覺得王偉忠的戲就是 因為大家都認識 而且都是裡面的厲害角色 因為戲或者是去巡迴的時候 在舞台的這個下面大家又打成一片 我覺得每一次 尤其那個誰 曲忠恆他們 每次去寶島一村 他老婆都跟我說那是他最快樂的 是對不對 而且還要放假的時候 他家五個女人他要不要跑 不要說這麼白 曲忠恆很好笑 但是我可以感覺到他很快樂 然後他老婆會跟我說 曲忠恆又要去寶島一村 要出去巡迴一個半月 老婆有點哀苦 可是曲忠恆很快樂 其實那個戲裡面的男的都很快樂 都是一樣的心情 所以他們都十八的 他們十八的都不肯離開 就是為了放假 他們叫村民 這些村民就是很開心 然後還可以到不同的城市去巡迴 那每次玩偉重的戲 大概都有這個效果 好久沒有碰面的人 大家就一起出去露營的感覺 所以我們那天覆牌的時候很吵 大家會這樣一直互相耽誤 因為一直在聊天 太開心了 那個誰狼姐 就是聊天聊望了這樣子 我們去高雄 演完之後大家就吃這個牛肉 還蠻好的 大家吃牛肉鍋 這些都是 像所有的演員都是有緣分 每一個都是那麼多年了 還蠻有意思的 然後我們導演是 找台大戲劇系畢業的 也在做劇場的 找一些新的導演 就導演大家一起來合作 還有我看到你們的贊助廠商 真是好多 好羨慕 這個是我同學的女兒 對 貫德建設 非常感謝 這個王偉忠出來導戲 真的是不投凡相 還是讓年輕人導 我覺得還是要訓練 也不能跟他們學習 對 郎主以前自己做劇團 覺得辛苦多了對吧 我現在還在做 我現在還在做 我真的覺得你那個了不起 他的工作能力很強 辛苦 我弟弟幫了很多忙 他也是一路走到黑的那種 你跟弟弟合作 這麼多年也吵 不吵欸 其實在工作上我很尊重他 都是他在罵我 你弟弟個性很好 你們天蝎的 那不會說真的很好 他對外人很好 他對外人很好 可是對家裡人 講話也是很刻薄 他弟小時候 我根本看不出來這麼能幹 我弟弟很能幹 慢慢慢慢 我那天看他頭髮也白了 還真像一個很好的manager 我就是看他們這樣長大 他認識不到十歲 我那時候十一歲 認識韋中哥 他十九歲 我看看 大家都在這一個地方 待了這麼多年 還能夠做自己 其實是不容易 而且我們是兩代 他跟我爸爸 然後我又跟著韋中哥 你爸是誰都認識的 郎叔 他爸爸是一個故事 他爸爸其實是一個很棒的故事 只是現在整個對台灣對 我剛進影劇圈時 也是每個人都遇到你爸都肅然其境 沒有都肅然其境 連胡瓜也是 應該是喜歡他 就是很親切 瓜瓜第一個電視節目的時候 我就看他 我就把他挖過來了 就讓我們節目 不是挖就找他來 他只上過一個燕在鈴燒 那神燕現在也走了 他燕在鈴燒我看到一個 他那時候剛退伍 他去在那邊做一個講笑話的 我就去攝影棚逛 我看這個人怎麼能夠這麼瞎掰 怎麼掰得這麼好笑 我就把他就認認他 然後慢慢帶 後來我們就做連 連紅泡的時候 我做老實樹就找他 對對對 你看都是歲月 神仙都走了 你怎麼看人的呀 比如說一看看到 電視圈也是我看我那時候 大力鼓鼓鼓鼓鼓鼓掌讓你進電視圈 電視圈 都talk show節目 看人哪 對但我就不好笑 你現在蠻好笑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 謝謝 你說我都不好笑 好好笑 哈哈哈哈 我一直覺得說 很多人有沒有 現在很多 你去問那些小孩 他們有的很多人要進演演藝圈 對不對 然後但問題是什麼樣才有才職呢 什麼樣在未來才能進明星養老院呢 不知道我 我是 我還有點天分看人 我覺得 我覺得 進這圈子的人有個特質 就是有個特質 這很難解釋 我看見就是有各種嘛 神像老虎狗 聖誕寂寞丑 就是每個人有個特質 可能我小時候出圈村吧 我看人蠻多的 我就覺得都是戲 其實我們現在每個人也扮演自己的角色 那有些人扮演自己的角色 扮演的就是很精彩很突出 他並不是話多或話少 他有個特質 就跟一個村子一樣 一定 一定就有聖誕寂寞丑 神仙老虎狗 就有這麼這樣的 就一定會有 會吵架的 很會吵架那個大婶 很溫柔的那個賣包子 他就一個人有一個樣子就會浮現出來 他有他獨特的style 對 那你做一個團體 就一定會有這些聖誕 你就會看到這些人 我大概看人看多 我小時候看那些人 就感覺都是一齣戲 都是一齣戲 好這明星養老院 再告訴你一次 是阿郎來講好了 4月2號3號已經賣完了 賣完了 很抱歉 謝謝台中的朋友 今天真的不是來這個打戲的 但是只是要提醒你說 那個要看星期六下午2點半那場 不要跑到晚上去 星期六是下午 然後現在呢 大概大家唯一的機會 在本年度喔 因為台北是這樣子 他的演出的場所 他很難定 不然我相信你早就可以演了 你看因為疫情的delay 所以就一直弄到 延到了8月20號 你現在只有四個月 0225005566 這是中廣美少女的電話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 其實大家現在都用Google UDN的售票網 直接Google明星養老院就可以 謝謝韋鐘 謝謝 謝謝 謝謝阿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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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y-ling sound I like radio